各位 阅读是拓展空间的一个重要途径 每一本书都是一扇门 它通向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爱情念想 我是一个航天工作者 身处于蛮荒之地 星界于星河之间 故事始于那延绵不断的宇宙 飞行器承载了故事的碎片 我平时的生活环境 时而抖一抖腿 就能抖出遍地黄沙 时而眨一眨眼 就能掉下碎碎冰粒 特殊的职业 使我接触到别人 恐怕穷尽一生 也无法触及的景观 外物质 当我将这些物质 带回地球后 却发现它们是与地球 完全不适配的存在 这些外物质带来的辐射 导致我的器官日渐退化 当我感受到的时候 我被告知 生命周期只剩下不到六个月 我不知道该怎样 结束我这一生 最后我终于决定 成为追寻星星的逃亡者 我告诉我的同伴 在我生命的最后周期 将我发射到太空 我将和我的梦想一起 永远沉入黑暗 这是第几次从婚睡中醒来 我已经记不清了 这是哪里 眼前模模糊糊地像矮了一层薄木 身体也动不了 斜眼瞟了一眼 斑驳的色彩之下 一个身材高套的人站在旁边 是个女生 之后的每天她都会来照看我 为我吃一点东西 手舞祖宝地比划一些动作 有的看懂了 有的没看懂 总之大概就是他们发现 然后救了我 我已经睡了很久之类的 后来我也慢慢恢复了视野 懂了一些他们的语言 我们一起去了很多地方 偷偷帮助地球解决了 其他星球的入侵 畅游宇宙发现了 星际之外的最新物质 在银河边燃放了烟花 烟花飘在空中并没有消失 而是慢慢散落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还会走很远很远 一起仰望红一颗流星 一直陪伴着彼此成长 要不要打个赌 看看这艘虚无的船 又到达哪里了 优优独播剧院